切成大塊的魚肉丟進高溫油鍋 炸的汁汁作響 大廚這一道料理來頭不簡單 取名虎膽妙蒜 用魚的背部切成塊 先炸後燒 再丟進蒜頭一起提味 紅薑黃就去吃飯了 對 把它分好 另外這一道如虎添翼 大塊的魚肉油炸 淋上魚骨熬成的醬汁 最後擺盤也很講究 用背部魚肉去皮 切成小丁和薑黃飯一起炒 捏成三角小飯糰 色香味俱全 打虎英雄餐 全套六道菜 全部都是用這一尾虎魚烹飪而成 因為這是肉食性 肉食性怎麼看 因為你看他的嘴巴 你看他這樣來來來 魚虎牙齒銳利 看起來兇猛 是屬於肉食性魚類 吃草食性魚類和小蝦 日月潭 曾文喜水庫一代 都能見到他的蹤影 日月潭用電魚的方式 降低魚虎數量 但在嘉義 用吃的來消滅它 他是淡水魚 我覺得吃起來的話 沒有我想像中的那個 有那個腥味 餐廳業者創意發想 推出這一套打虎英雄餐 有涼拌沙拉 紅燒三杯湯品等等 鼓勵民眾餵魚除害 不但能夠吃到魚虎的美味 還能幫水庫的生態 保持平衡 藥侯公文 黃世雲 嘉義報導